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分享的是 泰山影业出品 补万仓导演吴铁翼编剧 欧阳沙飞 蓝音音 爆方 红波 王源龙主演 挣扎于三种性格的写实文艺片 化身燕影 戏剧在角色面临善恶抉择时 未将内心挣扎具象化 常会使用本人幻化为 天使与恶魔的形态 各具一方各执一词的呈现方式 两者不仅会阐述理念 亦会相互辩论甚至争吵 夹在中间的本我 出其因双方均有道理而犹豫不决 唯经过几番意识搏斗 最终总能拿定主意做出抉择 1953年正值颜值演技巅峰的欧阳沙飞 为香港国语影坛 身是少数可与李丽华一较高下的女星 凭抗日谍爆片天字第一号 窜身一线的她 拥有靓丽出众的外形外 角色掌握同属一流 化身《燕影》中 欧阳沙飞饰演一名 善良温寻的新女性 家世优越 拥有一技之长的她 在耳闻丈夫外遇后 陷入不知所措的困局 反复在三种人格特质 懦弱坚强 狡猾坚纠结 戏露虽非欧阳沙飞最擅长的重情重义坏女人 却同样需要忽而示弱哀求忽而六亲不认 忽而诚恳忽而耍手段的变脸式演技 四位相同模样 也就是三个性格加本我 不同个性的欧阳沙飞 出现在同一个画面 从概念构成摄影技术到呈现手法 皆属当时颇为稀罕的大胆尝试 不只大开观众眼界 对善演的欧阳沙飞而言 也是过足细影 《化身燕影》故事叙述 欧阳沙飞饰演的梅如慧 是一名辅资美术职业学校毕业的高材生 他兴冲冲的吸大批话稿赴万国广告公司应征 却在急忙间与一名男子相撞 直觉倒霉的如慧正欲发作 竟得男子态度客气 加上还得赶去面试 只得压抑心中怒火 这名男子为爆方饰演的罗华成 对如慧颇有好感 得知他来此地的目的 任职万国广告的华成 自诩与经理很有交情 介绍几个人是毫无问题的 不料到达公司后 才知职位已被他人节足先登 华成为表歉意 希望如慧将图纸留下 并告知住家地址 日后有机会定会替他争取 若无也可物归原主 华成脑筋灵活聪明 为耗使小手段 这类心思不只用在追求对象 更鉴于工作竞争 这天 华成得知三合广告业务 红波饰演的郑伯南 将于隔日下午4点 与明华企业签下大合同 一心蓝湖的华成 向对他有好感的交际花 蓝音音饰演的史陶莉 提出一个不情之请 华成要陶莉约伯南到郊区出游 再趁机将他灌醉 使博南缺席签约一事 陶莉因为喜欢华成 只得勉强答应 他温柔道 你的地位稳固了 以后可要真心对我好 华成的计谋完全成功 又抢下博南的订单 另一面博南处失去订单 更失了工作 满面春风的华成回到公司 刚巧听到经理与新聘请的 会图员发生争执 他趁势向公司推荐如会 再拿着聘书到如会住处邀功 来到梅家 华成发现如会的包凶 王元龙饰演的梅如刚 就是新建明华企业 新大楼的知名工程师 对如会好感更浓 如会感念于华成用心 服以他才貌兼备 殷勤游礼 在凶嫂的默许下 与华成交往 进而共组家庭 华成如会的结婚起事剑报 陶莉和博南不禁气得牙痒痒 逃离自觉感情遭期 博南则是丢了订单又失业 愤愤不平的两人 打算联手设局 给华成一个教训 华成婚后 仗着已与梅工程师 攀亲戴故 竟挪用先前明华 企业支付的广告款 经理欲讨回 华成恼羞成怒 称要辞职泄愤 如会见夫婿日日在家 一直消沉 得知是为挪用工款 闹得不愉快 尽管明摆着是丈夫不对 但作为温柔体贴 百依百顺的娴熟妻子 如会依然好言相劝 最终他同意夫婿一起离职的建议 夫妻双双失业在家 博南欣然把好消息告诉陶莉 他固然高兴 但一起化成还有一个 有钱的大舅子 人恨恨到 还得要好好的弄他一下 弄得他走投无路 与此同时 如刚不忍如会 为夫婿满面愁容 又考量妹妹 无功不受录的个性 只得暗中拿钱 请明华企业老板出面 资助华晨如会 于公司原址成立 世界第一广告公司 未给丈夫面子 如会让华晨认经理 自己为专的主妇 原本趾高气昂的华晨 在见到陶莉来访时 一时光了手脚 陶莉态度先强硬后放软 称只是因为爱他而难以放手 华晨也从害怕事情曝光 到索性与他重拾旧好 此后 华晨经常以应酬为由晚归 实际旧事与陶莉私混 久而久之 出轨的事 从员工到大舅子 如刚夫妇都已知情 唯独如会 还以自我催眠的方式 把自己蒙在鼓里 眼见事态顺利 陶莉决定加大力度 他故意向华晨透露 如会与博男有染的讯息 更失忌让自己与华晨 如会与博男 两组人马同时出现在 同一间咖啡厅 令华晨误会妻子的同时 也要博男正面告知 如会化成外遇的事实 深夜 感情受挫的如会 神情哀妻地回到娘家 如刚得知妹婿竟污蔑 妹妹清白 气得说破公司 是由他暗中出资的内幕 如刚坦言本息季 如会能担任要职 但妹妹却听从丈夫安排 在家里享福 他幽愤态 你为什么这样听他的话 他掌握经济大权 在外面胡花胡搞 我早知道他已亏空了不少 独自走上天台的如会 一起往事利利 尽萌生寻短念头 就在此刻 恢复理智的如会想 不要白白牺牲 要找他说个清楚 而他的三个性格 也陆续发表意见 坚强表示支持 狡猾主张 确实该找个对象气气化成 懦弱则说要用软弓 哀求丈夫回心转意 最后由懦弱获胜 如会决定放低姿态 向华成示好 来到陶莉住处 华成理直气壮 痛斥妻子偷汉 陶莉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如会为能保住婚姻 情愿把华成让给陶莉 但陶莉却不以为然 姓罗的有你太太就没有我 被逼急的华成口没遮拦到 我跟你离定了 我要的是陶莉 你滚 忽然如会的坚强冲了出来 目露凶光的他一反先前懦弱 向华成破口大骂 与陶莉扭打成团 就在如会欲拿花盆砸下华成之际 他瞥见床下有一双脚 直觉是陶莉的另一位情人 心中的狡猾瞬间取而代之 如会骤然放软身段 先说要找一个人 再把博男从床下拖出 如会故意对博男平抛媚眼 见华成怒不可遏 他善善怼 你老婆有外遇 你自己在外面胡高女人 这是非常公平的交易 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如会本想借激怒丈夫 换回华成的心 未料却引来被他痛斥下贱的反效果 如会心中的三个性格 相互指责毫无建树 他见如此下去不是办法 终于恍然大悟 这些方法都不对 自杀更不对 只有靠自己 用理智来克服一切 我应该这样做 如会回到哥哥家 向他表露要真正干点事的决心 而后如会取代华成成为世界第一广告经理 首要任务就是清查华成亏空的公款 博男逃离之息华成人才两空 乐不可知 数月过去衣衫蓝绿的华成 自述生活无以为继 却深深向如会请求帮助 如会先是严诉回 这不是慈善机关 就是救济穷人 也要看什么情形 再补充到 看在过去的缘故 同意聘请华成为业务员 感激替邻的华成 一时激动欲抱住如会 反被他用力挣脱 华成羞愧离去 如会是然想 这一次我可胜利了 华生燕影的句子 是针对现社会妇女与家庭矛盾问题而发展 同时提出一个女性在现社会 获取独立生活与人格之途径 软弱坚强和狡猾的性格 均不能解决女性本身的不幸遭遇 唯一能替女性打开出路的 只有她本身勇敢地面对现实斗争 脚踏实地去为自己所认定 能胜任的事业奋斗而努力 1952年6月 资深导演博安苍主持的泰山影业新作 《化身燕影》抢先于新马上映 当地报章 新周日报 南洋商报 刊登多则相关讯息 内容除赞赏欧阳沙菲 一人分饰四角的出色表现 亦对电影欲传达的 女儿当自强观念给予肯定 是记者笔下内容现实主题正确的佳片 作为一部以欧阳沙菲内心变化为主轴的大女主片 《化身燕影》的其他角色同属一时制选 一幕坏蛋洪波遭人陷害在于蓝音音联手设计对方的安排 让观众既解气 毕竟洪波难得也有吃鳖的时候 又有爽感 遭陷害必当涌泉以暴 总扮演蛮横军阀的银潭霸王王元龙 摇身一变正直体贴的宠媚魔人 帮助妹妹时也考量她的个性 以为她着想的方式对她好 至于正人君子形象明确的暴方 则饰演自私势快的都会白领 虽是反派却非一股脑做坏的工具人 她的恶有时是被欲望驱使 有时是遭业力反食 最后的落魄结局 则兼具戏剧效果与警示作用 我从未演过这样复杂性格的一部戏 我以为这是一件苦差事 我把《化身厌影》当作硬式的考卷看待 从种种不同的人物性格表情中 我充实了自己 锻炼了自己 拍摄《化身厌影》时 欧阳沙菲的片酬已升至1.2万港币 当时高级文员月薪约250港币 欧阳沙菲拍一部片等于高级文员工作4年 尽管金额略逊李立华起酬 却已是香港国运影坛凤毛麟角的顶流 回顾欧阳沙菲的窜起 除了旧人青黄不接新人尚未捧起的实际因素 亦在她善演坏女人具卖座实力的优势 化身厌影中的欧阳沙菲不是反派 倒也有传统正女主罕见的狡猾一面 先若后强的成长历程 正是此片的独到之处 影片就收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